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有一缩一啊 像我吃惯了这富丽腾皇的大酒店 就得来感受感受这种家常风味这样家里边的环境 一走进哈拉明大水角 第一感觉就是舒适 轻松 比较放松的感觉 您看这不需要过于华丽的装饰 也不需要过于精致的摆盘 就是一个大桌 几个大盘 然后一个酒杯 一副碗筷就够了 让你享受聚餐休闲的感觉 首先我们来吃这个店家极力推荐的一道东北名菜 酱大骨 酱大骨是东北的一道特色名菜 它香而不腻 软而筋倒 咸中带鲜 外表肉质软 烂有嚼劲 里面的骨髓 营养鲜美 口感丰富至极 吃过的人都对它爱不适口 轻轻咬上一口 真是让人越吃越想吃 酱香浓郁 它是咸香口的 虽然不辣 但是这个味道让你会觉得 原来猪童骨 猪龙骨也能有这样的风味 并且肉质是很紧致的 又嫩又紧致 还很弹牙 并且不会塞牙 随着这个贴着骨头的脂肪一起化在嘴巴里面 真地香 说到香 这道锅包肉还没上桌就会香到你哭 还有人赋予它的一个非常优雅的名字 法式焦糖软炸鲤鸡 锅包肉外表酥脆 口味酸甜 里面的肉质鲜嫩可口 对于很多人来说是百吃不厌的 真的可以用色香味俱全来形容 这一口香甜浓郁啊 这酥脆到我头皮发麻的外面这一层金黄的外皮 加上里面多汁的又很鲜嫩的鲤鲤肉 配在一起特别的爽 越嚼它里面那个酸汁啊 酸甜汁就饭出来了 所以吃这个一定要吃酸溜染 而且热不热的天气 来点这种酸甜可口的 这种主食呢 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今天啊老板还推荐了一道鲜椒鱼片 制作方法比较简单 把焯好水的蔬菜和黑鱼片直接入盘 加上调好味过好热油的鲜椒 哦滑嫩滑嫩的样子赶紧吃起来 鱼片来尝一尝啊 处理的很干净是没刺的啊 所以吃起来很方便 嗯 嗯 非常细嫩 非常细嫩 并且啊 它是一种清爽的口感 并不是浓油 并不是很辣 或者很咸 它是吃到那种鱼的原味和本味的 嗯 一口一片很方便 哇滋溜滋溜的 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喜欢说滋溜滋溜的 他们喜欢这种口感你知道吗 嗯 就是光滑 爽嫩滋溜滋溜的 当然在北方啊 说起面食 那可是花样繁多 品种丰富 今天在哈尔滨大水饺 就可以看到最具代表性的 葱油饼和大水饺了 别看啊 这葱油饼是薄薄的两层面皮 肉馅可是满满的鲜肉啊 小火煎至两面金黄 葱香味迸发出来 咬一口 那就是满满的幸福感 嗯 吃饼啊 就是要香 就是要脆 就是要回味无穷 不然都不是好饼 嗯 除了这香脆的葱油馅饼外 大水饺可是店里响当当的大招牌 饺子馅也是多种多样 品种繁多 有酸菜肉 韭菜肉 白菜肉 牛肉 羊肉等等 总有一两款是您喜欢的 嗯 哇 酸菜肉馅 嗯 这个酸菜 第一 很酸 不用多说了 这样透支一股辣劲 很刺激的 瞬间可以激活您的味蕾 嗯 哎呦 这个酸爽 嗯 同时又很脆 很香 这个酸菜馅啊 也特别适合 热天里边 胃口够好的时候 来一个 特别开胃 今天呈了这么多东北特色美味 但只是他们家的冰山一角 啊 这一大家子人啊 这东北老乡们呢 他们呢 在这个店里面呢 把二十年以来的各种做菜的经验 都放在了一道道精致的菜品里面 虽然东北菜不辣 但是满满的香味 都会在您的口腔里面 舍不得走 所以来穿上路哈尔滨大水饺 我们来感受一下 东北家乡的风味吧 干一个 我是美食特工龚磊 作为一个地道的南创女在此 我很早呢就定下了一个小目标 当然不是这样一个亿哈 而是吃遍南昌的大街小巷 其实我觉得对于饭店而言呢 好的口味和餐厅的格调 不一定成正比 其实这么一说啊 很多南昌人就懂了 因为这个很多有年份 有口碑的私房菜呢 都有自己的正店绝活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去品尝一下 口感爆棚 QV 却三个私房仔 家家烧菜馆 家家烧菜馆 这个家家肯定是以老板的名字命名的 感觉萌萌哒 你好 我们是江西四套美食特工队 然后我们听说这里味道特别的给力 等坐也非常的难等 我想找老板当面请教请教可以吗 好啊 好 好啊 好 老板 有人找哦 这么潮的大叔 我们找了一个假的大厨吧 大家好 我是家家烧菜馆老板 家家这个招办是我女儿的名字 我叫图锡堡 这个我刚才来十八年 我没学过厨师的 学完碗 点点滴滴自己摸手出来的 那我看后面它这个菜单 都是一些比较常见的这个炒菜的样式 述我实验 其实这些炒菜在南昌的这个烧菜馆 都是吃得到的 那如果说是我们美食特工队 要推荐给大家 应该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吧 味道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肯定跟别人不一样 你说的也不说 我说的也不说 关键可能很客人 很好 吃菜 感觉这个菜就是一个字 辣 然后辣到辣到就是很过瘾的那些 反正国词我家特曼 日光 阿威 达摩 其他我们也过来家 天南地北的同学 都觉得这家很好吃 就是有大乖的学生 同学都觉得这家很棒 基本上所有南昌的网红 都会推荐推荐这家店 所以我特别来这家店 来尝了一下 然后就着了魔 就直接就带我朋友就过来了 胡老板亲自下厨 做了几道拿手好菜 一眼看去 满桌红彤彤油亮亮 这些可是家家烧菜馆的明星菜 十几年来 新老顾客络绎不绝 就是靠着他们的魅力 那我来尝尝看 这个看起来很辣呀 这个还是微辣 微辣 给你们属下流行的 好 尝尝看 这个菜你吃的也要 口感跟别人菜不一样 吃的也要外出一样 因为我自己熬的一种 可以的 蜜 蜂蜜 蜂蜜 蜂蜜是吧 蜂蜜 就熬成像这种 可以熬这个蜂蜜的 就这个 为什么我这个 客人来里有这个在B点呢 因为它味道比较好 然后我也是福州的嘛 不是南昌的 然后每次都是 来南昌的话 就会来吃这个 因为我也比较爱吃辣嘛 觉得这个味道还可以 反正就是很过瘾很好吃 它这里的菜都很入味 对很辣 我觉得比较符合南昌人的口味 一家四方菜的生意 全凭口味说话 佳佳烧菜馆 也有他们的独门秘诀 香辣入味的口感 不光靠厨师的火候 老板亲自调制的酱料 更是幕后英雄 别看这酱料卖相平平 可是由18种原料熬制而成的 这个盘子叫每一家店都有 当然特点哈 你看起来盘子叫小伙子 小伙子啊 各方早上都是一样的 没什么变化 但吃起来口感就变化了 但是关键在里面有露子 这个露子 露子收不饱的话 这个露子啊 分开 硬巴巴头 收到的话 这个露子 露子拿出来以后 那里面口感相当好 有相当量 鲜鲜的 露子 这就是螃蟹叫做优势 这时候的相当病状 我家好新鲜 用料好新鲜 那里面口感 哇 拿着好爽 换一个菜吧 换一个 换一个 换一个油锦 鲜鲜 鲜鲜鲜 还是干净的 是卖胸的 可以可以 非常的香 我过的狗狗捏 换一个狗狗 这个蟹饺 这个辣的 应该是比较浓的 然后这个鸡翅的话 就是因为甜 很烂 这个入口即化 烤过热点的鱼 然后它自己在 油再焖过一道 我应该是这个不走 我感觉味道还可以 它是入口即化 比较软嫩的那种类型 然后它是 我之前第一次来吃的时候 点的是中辣的 然后直接 辣的就已经找不着北了 但真的很好吃很好吃 还没有一点辣 哦 这个就是变胎辣吗 我已经 好了 这个看起来真的 就感觉非常的辣 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加哥加哥快来快来快 干嘛 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 传说中的变胎辣 你想尝试一下吗 你敢吃吗 再说了 我是平常人 这个辣椒 我常常吃辣的 不怕 但是在别的店里 在我店里不敢吃辣 你不先吃这个 平常吃辣 还是 吃不了的 我都没有问题 我可以吃 吃下饭 我尝尝哈 麻烦辣的 留鼻里 麻烦辣的 留鼻里 有辣椒糖给你 那有水过来 水没用 好 这个椒糖是我 对 精致的 店里密制的 快口干净 甜叫辣 解辣 哇 我肯 Whilst 一定会 bite 控制币 不要给怎么吃 饭 您自己不带 necessarily 能吃 哈哈哈 好好吃 ensuite 等一下 我來吃別人了 你們掉了你們掉了 加哥 加哥已經輸不了了 美女 辣的話 你可以嚐一下我這個 精緻的 你得了 純冰糖綠豆湯 我來喝一口 真的很甜 而且這個綠豆特別的爛 這個綠豆我跟別人不一樣 別人不一樣 要再咬它放在水下去 我就是一滴水不散 全是冰糖熬出來的 一滴白糖不散的 這個不但無力的 是 我這邊只來這個醬 這個醬 這個醬是松菜全國的 牛腩牛肉醬是吧 牛腩的有六種醬 牛腩八家豬肉 這是我親自熬出來的 這樣吧 我覺得 既然咱們做了這一盤這個變態辣 然後我們的美食特工頓 現在來到了店裡面 我覺得就要給大家送福利 這樣我們把這盤變態辣端出去 然後看有沒有客人敢挑戰這個 然後就送我們的牛肉醬 可以嗎 杜老闆 可以 好 那我們就把這盤這個變態辣端出去 可以 走吧 我要喝水 是真的很愛 從最初的為生計奔波而奔忙 到現在時刻迎門的這個老闆和廚師 家家燒菜館的這個徒老闆呢 憑藉的就是一股拼勁 不僅願意自己動手動腦 還願意和客人們交朋友 家家燒菜館 熱辣的口味 熱鬧的氛圍 熱情的態度 這就是地道的南昌人 地道的南昌菜